白痴VF傻瓜 证明狼人是白痴,吸血鬼是傻瓜的论据 短小幽默的有声读物 撰稿人Jerónimo López Sadeva 任何与现实的相似之处都是纯属巧合 任何与当前事件、人物或地点的相似之处 无论是否在世,无论是否真实都只是巧合 是作者狂热想象的产物 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耳机 尽管严格来说,这不是享受内容的必要条件 让我们开始吧 如果从生命非常短暂,生活中白痴比比皆是的推理出发 那么,如果打算与白痴打交道 那,一点时间就会被浪费掉 因为白痴比时间多 那时候就知道,人生就是一口气 你要做一个白痴 这样另一个白痴就会出现 要咬你一口,让你一辈子都活不下去 你就像一个白痴一样继续和白痴人打交道 有句谚语说 白痴喊叫 聪明人说话 智者沉默 狼人喊叫 他们不说话并不是他们沉默 而是他们不能对话 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说话 因此他们只能是白痴 引用威廉莎士比亚的话 生活就像一个白痴讲的故事 一个充满空谈和狂热的故事 一点意义都没有 好吧 没有什么比一个由精通白痴的白痴 讲的狼人故事更白痴的了 而且视为白痴讲的 另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陷入爱情的人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但不久之后就会变成一个白痴 所以 以爱上一个白痴的狼人 就等于成为一个白痴的平方 钱对于白痴来说也是不长久的 所以狼人从来不会带着钱出现 一是因为他们的裤子里没有口袋 二是因为他们没有钱 如果他们有的话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而不知道怎么用钱 就意味着他们的那点钱 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就是白痴的明显表现 如果白痴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 那么到满月到来时 白痴的数量就会成倍增加 而且它已经增加了 这取决于经过的时间被称为阴历月 也就是29个太阳日 这是狼人出来的时期 能够从中发现 第一 他们很少上街 所以是有自卑感的生物 第二 观察他们出门最善 尝的是去应酬 就是做一个毫无歉意的白痴 例如 在西方世界正在产生一场 相信猪人的女权主义运动 在非洲 人们仍然相信猎狗人 当他们提到欧洲人时 在其他地方 鸡人被认为是 禽流感的罪魁祸首 在北美 雄性臭幼是禁止进入电梯的 因此 如果猪人 猎狗人 鸡人和臭幼人都是白痴 为什么狼人不应该是一样的 这最后一个论断迫使我证明 吸血鬼是傻瓜 或者只有傻瓜才能成为吸血鬼 谁知道呢 让我们从定义它不是什么开始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事物可以通过它们 是什么来定义 也就是说 一张桌子是一张桌子 因为它是一张桌子 但我们同样可以说 一张桌子是一张桌子 因为它不是水牛 从而也通过它不是什么来定义桌子 因此 吸血鬼没有灵性 因为它没有精神 如果它有精神 它也不会因为缺乏灵性而使用它 因此 它是一个没有精神的傻瓜 吸血鬼不是企业家 原因就在于此 因为它缺乏精神 如果它是 它根本不会承担任何事情 因为它是个低能 吸血鬼不是学者 因为它没有学习 因为它缺乏母校 而不学习的人是低能 吸血鬼没有良心 它也没有良心 因为它甚至在镜子里都看不到自己 而看不到自己的人是低能 吸血鬼没有道德 因为它在别人身上寻找识别自己的唯一属性 恰恰是最坏的属性 而寻找最坏的属性的人是一个低能者 吸血鬼不是一个环游世界的波西米亚人 它在寻找能够为他提供新的冒险的事件或发生的事 情 因为它唯一的意图是总是挑起同样的旧事 而总是寻找一切相同结局的人是一个低能者 吸血鬼不是做梦的人 因为它不睡觉 而从不睡觉 因而从未做过梦的人是个低能 一个吸血鬼不是慈善的小妹妹 因为它不能每天承受不同的女人 而不能每天承受不同的女人的人 即使它不得不承受也是一个低能 吸血鬼不是女人的鉴赏家 因为它不是慈善的小妹妹 如果它不做慈善的小妹妹已经是个傻瓜 那么它不了解女人也是个傻瓜 吸血鬼不是领导 因为男人讨厌它 如果说它没去上学已经是个傻子 那么在竞争激烈的是 借力 它更没有被训练成一个领导者 更是一个缺乏领导力的可恨的人 也就是典型的混蛋 老板 吸血鬼不是公共汽车司机 即使他做的是野蛮的事情 以事故告终 而任何作为野蛮人一生 都在制造事故的人都是低能 吸血鬼不是整形外科医生 尽管他以女人的虚荣心为天然市场 而生活在追求女人的虚荣心 而不做整形外科医生的人是个低能 吸血鬼不虔诚 因为他不能参加选举 但既然他没有灵魂已经是个傻瓜 为了从政 他完全可以这样做 而在选举中以一个宣称的吸血鬼 身份站在选民面前的人是个低能 吸血鬼不是理发师 因为他似乎是由社会保险来理发的 而要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是一个低能儿 关于吸血鬼是什么 关于他的身份和内在的定义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 吸血鬼是一个完美的傻瓜 因为有以下几点 因为吸血鬼不寻求或不与女人玩困难的游戏 这样他就能在自己的存在中 经常到被真正吸血的滋味 同时他感觉到女人用昂贵的晚餐挖他的眼睛 而女人总是留下半杯酒 当女人生气时 礼物是没有用的给女人移动房子 让他然后用他去见其他年轻和没有钱的男人 同样是没有用的 吸血鬼也不必假装告诉最不堪称的女人 他们每个人都是他职业和成就的唯一灵感来源 也不必答应给他未来的孩子一个粗俗的姓氏 也不必极度地看着其他女人 吸血鬼直接去夺取女人的身体 瞬间吸他的血 没有情绪 没有紧张 不用担心对方知道 没有受到侮辱或坏脸 这没有任何价值 既然他没有价值 他就是一个笨蛋 他是个傻瓜 因为他告诉大家所有男人都会说的同样的话 他很孤独 很悲伤 他一直在遭受永恒的痛苦 他正在寻找将永远和他在一起的理想女人 他是个傻瓜 因为当他勾引一个女人时 他会隐藏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独自一人 因为他不敢在丈夫观看的儿童派对中间的汉堡包餐厅成功诱惑 他是个傻瓜 因为当他笑的时候只是为了显示他的全耻 他是个傻瓜 因为他出于自己的信念而穿上了制服 他是一个完美的傻瓜 因为男人认为他是不朽的有时间拥有尽可能多的女人 而女人认为他是美丽和不可抗拒的 因为他们认为他可以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最后要说白痴和傻瓜或狼人和吸血鬼永远不会达成一致 因为他们是不可调和的敌人 他们往往在任何时候都会以自己的身份对抗对方 如果你喜欢这个旁白 请访问我的频道 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内容 我将上传更多短小的幽默有声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一个赞 别忘了订阅并点击小铃铛 以接收来自该频道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分享 谢谢你的关注 结束了